巨风亨利袭击 美东北部逾5000万人受影响 民调显示 为数可观的选民后悔投给拜登 马云蚂蚁集团先搬浙江官场 感动网友 美国大兵温柔安抚怀中的阿富汗宝宝 布林肯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共 台湾也表示感谢 瑞典总理宣布辞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我是晴月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8月22号星期天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8月22号的早上 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 笼罩在危险的风暴潮 狂风和暴雨洪水中 飓风亨利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 中午在罗德岛登陆 该热带风暴影响范围超过5000万人 有超过13万用户断电 从纽约到波士顿的所有火车已经被取消 美国CNN气象学家泰勒称 东北部目前有超过5000万人 处于热带天气的警报之下 其中超过1200万人接收到了风暴潮警告 超过500万人受到飓风警告 超过3700万人受到热带风暴的警告 亨利周日中午在罗德岛登陆 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0英里 登陆后 它已经开始减弱强度 并向内陆移动 根据数据显示 东北部已经有超过13万客户断电 主要是在罗德岛 预计纽约长岛南岸和康涅狄格州东南部 仍然会遭到热带风暴强风的袭击 国家飓风中心的发言人费尔特根说 热带风暴带来的降雨量很大 而且降得很快 我们最担心的是洪水 周日晚上 新英格兰河长岛的沿海地区 将遭到最强风的袭击 即使亨利不会以飓风形势袭击这些地区 但也会带来破坏性的大风和风暴潮 威胁到树木和电力线 并且会带来洪水 如果亨利再次增强并以飓风的形势登陆长岛 这将是1985年后该地区的首个飓风袭击 纽约州长库默周六宣布 部分纽约地区进入了紧急状态 包括长岛 纽约市和哈德逊谷 马萨诸塞州州长贝克周五敦促居民调整出行计划 避开亨利飓风 阿富汗变天不仅重创美国政府的国际形象 也让拜登的民意支持大跌 拉斯穆森报告 早些时候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 有相当可观的选民后悔投票给拜登 拉斯穆森报告在本月16号到17号 对1000名美国潜在选民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 如果现在举行总统大选 37%的美国选民会投票给拜登 43%的人会投票给川普 14%的人表示他们会投票给其他候选人 去年大选投票支持拜登的选民 现在有12%的人表示后悔 相比之下 只有2%的川普选民后悔他们的投票 去年投票给拜登的选民中 有7%会改投川普 10%会改投其他候选人 而去年投票给川普的选民中 有81%仍然会继续挺川普 只有2%会改投拜登 去年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 只有7%会改投拜登 要投给川普的却有21% 调查发现 非裔选民14%和其他少数族裔15% 比白人5% 更有可能表示他们对去年的大选感到遗憾 在这些感到遗憾的选民中 有51%的人表示 如果下次选举在今天举行 他们会投给川普 而只有26%的人表示 会投票给拜登 16%的人会投给其他一些候选人 另外 对于拜登试图推卸阿富汗沦陷的责任 大多数的选民并不买账 近一个月以来 浙江官场不平静 有多个大老虎被拿下或主动投案 外界猜测 浙江官场震荡 可能和马云和蚂蚁集团上市有关 根据中共当局21号的通报 浙江省委常委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被中央纪委监委调查 19号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机关党组副书记马晓辉主动投案 除了马晓辉外 近日还有另外的5名浙江官员被调查 周江勇曾在任内力挺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他在上任杭州一把手的第二年 授予马云功勋杭州人的称号 并称这是极高的荣誉 是致谢更是致敬 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 是习近平亲自下令阻止蚂蚁集团的IPO 原因之一是蚂蚁集团的股权结构过于复杂 三股人包括江泽民之孙 江志成 贾姓林女婿 李伯潭等中共权贵 报道说 中共高层要求调查 审批蚂蚁上市案过程中 有哪些监管官员为蚂蚁开绿灯 有哪些地方官员支持及游说蚂蚁过关 哪些国企将会从中获益等等 也就是要查出和马云关系密切的官员和权贵 大陆社群22号广传的一篇文章指出 浙江官场大地震 是由于当地的一名女法律顾问 胡敏春的检举 胡敏春主要审核政府重大项目招投标 合约等等 他检举 2020年11月 浙江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上市计划 被紧急叫停 在IPO之前 周江勇家族出资5亿元人民币 抢先购买股份 上市未成退还5.2亿元 浙江其他涉嫌者还有很多 文章说 这家金融科技公司就是蚂蚁科技集团 8月12号晚间 蚂蚁集团辟谣称 不存在谣言中提及的相关人员入股情况 更不存在突击入股及退款的情况 周江勇是今年中共官场落马的第二十只大老虎 也是今年首个在任上被查的复审集城市的市委书记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被激进分子占领后 大批的阿富汗人涌入喀布尔机场试图逃离 有些绝望的阿富汗人将自己的孩子交给驻守机场的美军士兵 在脸书账号中 一名美国士兵微笑地怀抱着一个强保中的阿富汗婴儿的照片 感动了网友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 在8月20号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名婴儿只是被交给海军陆战队接受治疗 婴儿在机场的一家挪威野战医院接受治疗后 海军陆战队员将婴儿送回父亲身边 他说 孩子接受了治疗并且与父亲团聚 两人都在机场 很安全 显然我们有责任将孩子交还给父母 我们不知道父母是谁 这是海军陆战队员的一种人道的怜悯行为 在海军陆战队官方脸书帖子下面 网友艾米写道 坚强的外表 伟大的心灵 爱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希望他们都能平安 另外一位女网友表示 为在喀布尔面临混乱的每个人祈祷 她也想报警那个婴儿 海军陆战队和士兵正在做更好的事 曾赴伊拉克参战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彼得梅杰发推表示 这就是我们必须成为的美国 在与台湾建交消息传出后 中共与立陶宛的关系快速恶化 中共威胁切断与立陶宛的铁路货运 立陶宛政府8月12日表示 美国国务卿在21日与该国的外长的通话中 同意采取双边协调行动 在该国与台湾发展关系之际 帮助立陶宛抵抗中共施加的压力 立陶宛外交部周日发布声明说 布林肯和外长贝基斯一致认为 中共对立陶宛的单方面胁迫行为和政治压力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在另一份声明中 美国国务院布林肯表示 面对中方的胁迫 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立陶宛 在与立陶宛外长通话后 布林肯在推特上再次强调 针对立陶宛面临的地区挑战 扩大与台湾关系的决定 他在通话中表达了美国的支持 美国为立陶宛是我们最亲密的北约盟友之一 而感到自豪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 感谢立陶宛对台湾的支持 他此前表示 立陶宛是台湾理念相近的友好伙伴 其捍卫国家尊严与自由理念的坚定意志 令人敬佩 瑞典社会民主党籍总理勒文 在22号的一场政治集会活动中表示 他将会在11月的社会民主党大会下卸下党魁 接着也将辞去总理一职 好让继任者有充分时间准备明年9月的大选 分析认为 勒文在选情艰难的情况下辞去党魁是明智的决定 今年6月瑞典国会通过对总理勒文不信任案 勒文成为瑞典史上第一位遭反对党 以不信任案赶下台的总理 而7月初又获国会投票支持重登总理大卫至今 本来在不信任投票通过后 勒文有两种抉择 一是辞职 二是宣布举行额外的选举 这必须在不信任案投票后 三个月之内举行 但由于瑞典全国正在全力对抗疫情 而且明年就将举行大选 因此勒文认为 提前选举不是对国家最好的选项 这次不信任案受到了不少批评 因为瑞典明年就将举行下一届的国会大选 不信任案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选举 引发了浪费资源的质疑 好的 以上是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留言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